这是端午节期间 一位成都的兄弟邀请我去给他做的投篮矫正训练 他之前的投篮整体发力与方向控制 都是非常不稳定的 在三分距离的命中基本靠运气 在一节课后我们进行了训练检测 实际三分球他命中了9G 整体的稳定性飙升 课后他本人也感叹 这一辈子也没投进过这么多球 而在第二节课后 他的整体投篮模式基本完成了升级 课后的检测他已经可以做到信手拈来 在中距离的20球中 他已经能稳定的命中18球 本期视频将分享本次矫正训练中的一些金钥 对于有相似问题的球友几具指导意义 我看一眼中 10个球 10个球 可能有8个不同的动作 我看一下你投吧 你感觉自己的手心有什么问题吗 有很大的问题 要不出去有点点 对对对对 就你的 外翻了 对有外翻 然后你的手腕 三个都是一个曲线看 这个弯曲过来再弯曲过去 我们尽量能够把我们的这条线看 肩肘腕一条线出去它又是直的 你是这样弯曲它所以会左右摆动 其实我这头出去都没有 球的感觉没有 我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拨指导意的问题 因为我按我之前那个测试所来 这个球我一下就出去了 你没来得及 是你那个上肢越发力 你越来不及拨指 它是一个有序的传导 你看我们拨指要充分是什么 是我们通过这个传导 你看我都不用去压它 它手肘打开 它自然会向上一个传导 有序的 你去天上去破坏它了 故意去压它 故意压它 而你身体在前倾看 我压不到了脱手了 就是脱手了 球的重心跟身体重心太远了 就容易脱手 应该我们收球是收到一起 尽量球重心接近身体重心 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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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释放 基本能去宽了 可能球 你看我们去宽的重心 其实在腿上来的话 可能延伸跟球的很接近了 你每次尽量投篮 不要脚站死 尽量去把脚 你跳一厘米都可以 你感觉一厘米 能跳一厘米都可以 对对这种 你脚很被动 你都是用手把它带动起来的 我们手发力把它带动起来 我们一定要是去主动蹬 用脚带动手走 可以 会翻出来 你看嘛 你就沿着这里走 沿着这里走 放了以这个为止 去举它 往这释放 对 这个不要 看不要 就起来就 反而我们是这个以它为轴 来 走 不要去扭曲它 不要去再扭曲 这样是扭曲了 你喜欢这样扭 直接这样 直接过来和上 和上走 你如果去用这里描的话 你看你去对眼睛 眼睛对球对框的话 就会 就会偏 你尽量是用 这一次 稍微偏一点 用右眼 这个连线去走 对可以 拿把刀去切西瓜 一样 看我 就这样切它 就这样纵向的 看 切着走 这样拖着 我去 感受一下 不外翻的感觉 就套到两个手 手肘上 内手指下去对框 内手指下 肘稳定的情况下对框 可以 这个很正 右侧抬肩 漂亮 好球 好球 这球一下去 就要想着脚尖到地 脚尖喊起来 然后 那是那是 现在流程有点多 绳了有点多 你发力你就不管 发生就是脚趾到手指发力 你就简化这个过程 来 好球 可以 我发生什么 就是脚趾 做到 这个 那是 什么 这种 我 我 这种 脚趾 你 我 脚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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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趾